今天的国旗来自一个欧盟国家 它的美食 时尚的衣服和爱菲尔铁塔都非常有名 它的首都是巴黎 对 是法国 法国国旗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 在1789年7月17日 国王路易十六不得不承认人民已经开始叛乱 他走进市政厅 在那里与他会面的人民都戴着蓝色和红色缎带做成的帽灰 这些都是象征巴黎的色彩 拉法耶特侯爵给路易十六一个相同的帽灰 但上面多了一圈白色缎带 意味着巴黎与国王结成联盟 拉法耶特认为这三色帽灰一定会扬名世界 如他所料 这三个颜色成为革命的象征 它成为俄罗斯 荷兰 意大利 甚至古巴国旗灵感的来源 法兰西万岁 下一个国旗的故事很快又要推出了 你可不可以看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